4月10号 日本官方证实失联的F35A坠毁 只发现部分尾仪残骸 接下来围绕着找残骸黑匣子 并分析坠毁原因 有分析认为 美国人可能将这口黑锅丢给日本 F35被认为是处F22外最先进的五代机 罗马公司已交付300多架F35 大多数都是美国及其盟友部署 和少量第三方国家 不过还远远不够 很多国家都把F35 作为本土下一代主打战机的首选 可是过大肥肉 如果在这时承认自己战机有问题 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少人认为 美国这次处理态度 肯定会像这段时间的波音坠机事故那样 首先不是找飞机自身原因 而是想方设法把这口锅甩出去 转移重点是美国一向的传统 在第一时间 美国报道充满着震惊 担忧中国两国抢先找到残骸 还顺带对F35夸赞一波 称其结合的最复杂 最尖端的技术和武器系统 美军市场最昂贵项目的技术结晶 同时美国军事编辑也表示 如果日本F35落在太平洋海底 将会出现冷战后 最大的水下间谍和反间谍行动 即使把舆论倒向抢残骸 这一手确实告明 此外 美国CNN头条报道 日本F35在太平洋消失 着重强调日空自 第一个F35中队才成立11天就出事 让大众认为 是不是日空自刚成立没经验 然后操作不当造成的 另外日空自承认 坠毁的F35A 是日本三菱工厂组装的第一架F35 这下好了 美国一定会把这个当作甩锅的突破口 事实上 F35服役以来一直问题不断 多次被爆出过缺氧坐舱的问题 美军本土都多次宣布停飞 传记指出 与波音客机一样 美国战机也进入危机多发时期 包括B1B轰炸机在内多款战机 陆续出现问题 如果最终F35A是因为技术问题坠毁 将是对美国的又一次致命打击 无论你怎样甩锅 中俄还是得抓紧点楼 这样大好机会可不能轻易放过